其他國家 包括我國民在內 都希望能夠在中國地區 都能夠有一個非常安全平和的旅遊 或是公務的行為跟出入 我們已經一再的提醒國人 我們用橙色的旅遊 來希望國人能夠提高自己的自身警覺 我們並不是拒絕 並不是反對 而是希望提高國人的自身的警覺 那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也做多次的呼籲 但是還是有部分的小小的事件 我們認為還是請國人能夠提高警覺 但一旦事情發生的時候 政府還是會請相關的單位跟部會 能夠去了解這個事實 能夠做有效的來處理 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夠盡快風波平靜下來 好 接下來是民視TVBS 金電視中天的提問 黎巴嫩隊長機爆炸事件 金阿波羅負責人喊冤 目前檢調也發現金阿波羅收取BSE 每個呼叫器15元美金的利潤 是不是要儘快查明澄清 目前調查結果是否影響台灣在國際信譽 此外 現在社群上卻有很多文指涉 台灣廠商甚至政府有關 是否有了解背後是不是有人故意操作 請問院長回應 謝謝 經過經濟部梗部會的調查 這個該公司以及台灣並沒有將BPCO直接輸往黎巴嫩 那麼台灣一年將近有26萬套的BPCO設備輸往歐美地區 而且都是沒有危險 都是安全的 至於在網路上把這件事情跟台灣的廠商 甚至台灣的政府做惡意的連警 這個部分非常不應該 那麼國安系統 國安單位也已經就這個背後 假消息 假訊息的來源已經開始追查 那麼我也希望國人不要以而傳而 國家的政策是基於人類的和平跟自由民主跟人權的 我們不會涉入這樣的行為 當然我們會查出事實的真相